中国是全球最多高楼大厦的国家 从事建筑业相关的工人数目多达5000万 是全球最大的劳动群体 在地盘工作经常要日晒雨淋 体力消耗大 加上施工地盘容易发生意外 有一定危险性 导致愿意投身建造业的年轻人越来越少 有经验的大工师傅 平均年龄都50岁 为了解决建造业的人财方 有研发团队针对地盘一些高风险 重复的工序 发明出可以代替人手的机械人 在广东信德的这个地盘 有各式各样的机械人运作 协助减轻建筑工人的工作量 当中包括在大厦的外场进行喷漆的工作 要在大厦外场喷漆 传统做法需要工人在俗称钓船的工作平台上作业 一遇到大风时 往往会出现险障横生的情形 研发人员于是发明了这部 长大约3米的喷漆机械人 它可以在大厦外场上垂直升降 左右移动 工程人员只需要透过平板电脑 软距离操作 向机械人发出指令 说入外场的面积 尺寸等数据以及路径 机械人就可以自动进行喷漆的工作 机械人具备了喷嘴 镜头 激光雷达等感应器 甚至有能力自动识别窗户和墙面的位置 避免喷错地方 考虑到强风会影响稳定性 研发人员在机械人的两侧安装了船翼 船翼在转动时产生的推力 会将机身推向墙身 足以抗拒五级风力 确保机械人保持稳定 一栋32层高的大厦 面积过千平方米的外场 只需要2-3个小时就可以完成喷漆 相比起传统依靠人手的做法 折省了10-12个小时 大大缩短工序时间 也免除了工人在户外施工的危险 除了在高空工作 研发人员又发明了其他种类的机械人 可以进行室内涂抹油漆 运营土灌漿 打磨天花、地板 以及测量等的工序 大大减低劳动力需求 也可以避免建筑工人 因为长期吸入粉尘 天拿水等化学物质 损害健康 研发团队希望借助这些发明 推动建造业转型升级 实现数字化、智能化 提升效率以及减低工作风险 每一类合影响更多 赞 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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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地Ya 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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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 咱丧 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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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添 添 对 底清亚 箱鑶 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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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添 添情